现在全球注射疫苗的情况 看起来中国是最多的 大家看到 China是最多的 但是按照每一百人来算多少种的疫苗 中国远远比不上其他国家 这个种疫苗是非常重要的 是建立群体免疫 当然建立这个群体免疫呢 是一个hypothesis 它没有完全实现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实践的证据 那么中国是非常困难 因为我是这个负责人 中国我们没有办法在中国 做第三期的立床试验 为什么没有病人 所以全部都在国外做